鍾翰林因爲違反了分裂國家罪及其他相關的罪行 在2021年11月23日被判囚43個月 並且在今年6月5日獲釋接受一年的法定監管 是去到2024年的6月4日 鍾翰林在今年12月14日面見我們的監管人員期間 通知監管人員將在12月20日至25日 會離到香港去日本的沖繩旅行 及後在12月25日監管人員接獲鍾翰林的電話 說他趕不到飛機 需要改時間 並且會在10月28日回到香港 監管人員亦都隨即在10月28日的晚上 嘗試去聯絡一下鍾翰林 但是聯絡不了他 並且在今天即是10月29日 是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及各位傳媒朋友的通知之下 就知道他已經潛逃去英國 尋求政治庇護 與此同時他亦都在一些社交媒體 亦都發佈了一些支持港獨 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對於鍾翰林他公然違反這個監管令 並且在網上發佈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 這個逃避責任 並且明目張膽地發佈破壞國家安全的言論行為 我們懲教署是予以嚴厲的譴責 就著他違反監管令的規定 我們懲教署已經即時向鍾翰林發出了自回令 並且聯絡了其他的執法部門 會依法將他通緝 在這裏我呼籲鍾翰林 希望他可以回頭試案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盡快回到香港 麻煩文講師 三調 三調 結束 命毒 udd investments 楽 冷靜 運 Robert 他